亲爱的出埃及的生命 正如希伯来的女儿 在每天清晨聚集 要收集晚上神为他们提供的Mana 好供应他们一天的食物一样 我们都同样聚集 为了得着神赐给我们 供应我们面前旅途的熟灵的Mana 新婦联合在一起 与神如此和谐 以至于新郎的彰显 在新婦当中彰显出来 我们紧紧捉住他所说的每一个道 与他已经合意为一 各个的罪已经满了 现在是我们出埃及的时候 去到那个应许之地 去我们的家 新婦已经为自己做好准备 正如神在他的第一次出埃及 在他的第二次出埃及所做的 现在在他的第三次出埃及 神选选并向我们猜派了一位先知 带着一个超自然的火柱的迹象 带着一个超自然的火柱的迹象 不叫百姓不会教错 而是知道他选选的 是哪一个带领他的身父 神的先知的话语 是主义此说 这是神在火柱中临 引证和启示他的动 这个火柱因估了他的先知 作为一个天上的见证 来证明这个先知 是这位被拣选以来 带领神的新娘去认去之地的人 我们相信所有的教会 应该在这个声音之下 一同其极 而不是各自分开 是什么分隔了我们呢 不是我们的肤色 不是我们所吃的食物 而是偏离了福音的教导 这个前人所开辟的道路的人 每一个人 只有一个办法 可以确实地显明 哪一个是对 哪一个是错的 你从来只有一个办法 这个是不要去对神的道 作出任何的解释 只要去读它 听它 并且相信每一个的字 而言 神说他们没有因为这样 做是因为妒忌 因为熟灵的盲眼 他们不想看到 他们不愿意听这个道 天上的神会兴起 我的声音 将在神那边 这个伟大的时刻 的录音带上 他将会在末日那时 定这个世代的罪 因为 他 他就在慈带上 这样 他将会在 永恒的慈带上 这个是神 他自己 在录音中 录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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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在十字架上 希望那些通过六音带 在这里聆听的人会 愿他们能够仔细地听 愿我们能够找着圣灵仕途 要提示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已经找着圣灵仕途要提示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所有人正走向这个应许之地 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是一个家庭主婦 或者是一个小容人 或者是一个老太太 或者是一个年轻人 是一个老人 不管你是什么 你无论如何都要去 我们会有一个人来低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 神向我们不信守祂的道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向神信守我们的怀疑 如果你真的相信祂 这样没有任何东西能令你怀疑祂 时间、空间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令你怀疑祂 神如此顾念我们 祂猜派了一位先知 祂的选民 提供了一条逃生的道路 祂顾念我们 不仅把我们带出来 祂也提供了我们旅途中所需要的一切 祂经为我们 战胜了每一个敌人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 神医治我们 祂储存了隐藏的马拿 祂在每一天提供给我们 祂甚至 建成了死亡 祂唯一要做的 只是真正 并且相信这一角度 我们被预定得到永生 我们听从祂 我们为祂欢迎 祂是你的安慰 祂是我们一生一直渴望的这个东西 祂是我们为之放弃了一切的这个真珠 我们以为祂 因为我们知道祂是神给我们的慈爱固念 你有任何的需要 属灵上的 身体上的 或者只是一个近亲近的同行 或者被圣灵充满 或者再次充满 你和我们一起围着神的道 即是为今天我提供的道路 联合在一起 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如果你在乎 祂在乎 祂应许过要送这个道过来 祂已经这样做了 神在祂的怀语中 我认识过这个道 而这个道就是这个道 祂会顾着你 那你怎样呢 你心里有什么会告诉你呢 我的困苦结束 我会好起来 我会被充满 我会与神更亲近 我是祂的辛苦 请在佛圣卫尔时间 星期日中午十二点加入我们 我们要听 他灌领你 你在乎吗 六五大篇号 六三长华 0721 这将会是一个伟大爱的诚言 当你听到神告诉你 祂顾念你 无论是阳光 或者是阴影 祂也会顾念你 若失白南汗 在礼拜前 要读的经文有 约翰福音第五章 24 约翰福音 15章 26 彼得前书 第五章 1-7 希伯来书 第四章 1-4 直到下一次 神 cùng你 愿ili平安 And Shalom